又看到我的房子了 又有几个月没来了 这次又来了 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到门口停了一些车 好像比上次门口停的车多了一些 但基本上现在这边人少的话 都是随便停的 都可以停 还有就是电动车 大家看那边也多了很多的电动车 所以说住的人 不说很多 至少应该也是有的 那边也停了很多电动车 现在这边这个闸也是提起来的 可能暂时还不用收费 里面就这样 其实环境也还行的 也种了一些树 过几年的话应该会长起来 安静这边确实是挺安静的 你看我在这里 也没有听到什么噪音之类的 真的是挺安静的 带人进来看房了 我们看到我这一层 也有几家是搬进来的了 门口贴了个符字 贴了字的肯定就是已经搬进来了 大概有三四家 还可以 这里有一个了 这里有一个福字的 四家 其他这些没有粘字的 也不一定说没有人住的 是吧 可能他没有贴了个字而已 户数不多 也就十几个 十几户这样子 也不会很杂吧 一个就是只有十几户 这里还有一个厕所什么的 就是这么一条单狼走廊 就这一条 我就进来了 也没什么变化 还是老样子 这就是我的房子 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 这个房子是我 18年的时候下定的 然后去年收房 不是去年 前年收房了 去年的9月份 我拍了一期视频 讲这个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 今天再来 我就再拍给你们看一下 城高的是4.5米 可以做那种富士的围楼 还是比较宽敞的 整个感觉 然后这边采光也是可以的 整个现在 我看 你们都能够看清我吧 采光还是可以的 刚刚看完了房子 然后呢 底下有一些中介 刚刚也跟他们聊了一下 正好 真的没想到这么巧 正好有一个想摆房的 就出现在中介那里 然后呢 我们一起去 看到我的房子 然后呢 他当场就出了一个价格 他说呢 25万包税 就是我这边 他出25万 里面有什么税费啊 房费啊 都什么都包了 25万 我看到他这个价格之后呢 我还是有点犹豫啊 25万 如果全部都是我拿的 不含税费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含的税费 我就拿得很少了 等于说我亏了很多 25万 还是有点难以下决定 不想考虑一下 我就跟他说 不想考虑一下 看一下到时候怎么样 看一下能不能让他加一点 他当时的语气呢 就有点 非常坚决的样子 25万 我不会加钱了 他当时这么说 反正呢 我说你先看一看 再考虑一下 我也没有说 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死 我心里面的价位呢 是25万 我全拿 虽费他出 但是呢 他好像也有点 不能够接受吧 看那个态度 怎么办呢 25万包税 我真的拿得很少啊 唉 你们觉得25万包税 我这个房子怎么样呢 反正呢 这个房子我是准备卖了 这个负担很重啊 心里面的负担主要是哈 整天有个死的 一个资产在这里哈 活不起来哈 也短期内也看不到 有什么上升的这个 势头哈 这个肯定也要长期的了 短期内的话 真的看不到哈 还真的看不到 但现在呢 我就要 用钱来 做其他事情了 创业啊 或者说 我父母的房子 其实也旧了 他们也想 买一套新的房子 唉 这个钱 还是想拿呀 怎么办 各位朋友 帮我出出主意吧 如果把这个房子低价卖了 就是说低原价的价格卖了 呃 虽然说我是亏的 但是呢 我觉得心里面还是赚的 因为这个房子啊 不仅是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 心里压 心里上的压力也挺大的 真的一想到这个房子 我心里面就会很痛的 真的很痛啊 了确一件事 我觉得还是赚的 对于我来说 因为你心里面的事 已经够多了 对吧 现在又加了这么一个房子 这还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一想到真的 还是有点伤心的 所以说呢 低价把它转出去啊 长痛不如短痛嘛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是吧 我也不管以后 我到底是亏还是赚 我只管现在 对吧 我只管 我知道现在 它就是一个负资产 我就赶紧的止损 对吧 用钱来做其他事情 对吧 用我现在的认知啊 来做一些 我现在认知底下的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的认知 比以前是好了很多 至少 出错的概率 会比以前低了一些 对吧 我现在变得更加谨慎 更加的见多识广 也知道一些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 还是希望能够止损吧 能够去除这个负担 只是这个价位还没谈妥而已 你们不知道哈 如果今年再卖不出去哈 今年就开始收物业费了 一个月一百多呢 一个不能产生任何价值的房子 一个月要收你一百多 真的有点难搞哈 真的有点难搞 希望呢 尽快的把它激活吧 把它变成钱 然后给它运用起来 对吧 让真正需要它的人 拥有它 好好的利用它的价值 特别是居住价值 对吧 真正让这边 来这边居住生活的人 来居住它 在这里生活 反正我呢 现在真的不希望 不想在这里生活 我家里面就我一个 我又没有老婆什么的 在这里是吧 我还是希望离父母近一些吧 父母只有我一个 离那么远的话 还是不好啊 对吧 还是希望离父母近一些 近近校吧 大家可以出出主意哈 我该怎么办 唉